185亿非法集资大案 一钱财富分公司负责人相继被判刑 185亿非法集资大案背后 南京一钱宁金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各地分公司的负责人正相继被判刑 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披露 南京一钱宁金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浦口分公司 海宁分公司 加善分公司 台州分公司等多家分公司负责人目前均已被判刑 裁判文书网10月22日披露的一则刑事裁定书显示 南京一钱宁金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浦口分公司负责人谈宏的行为 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 法院的判决显示 2014年12月至2016年4月间 被告人谈宏根据上级公司安排 在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理想家园门面房 一刀203303市经工商注册登记 成立一钱宁浦口分公司谈宏为负责人